克里姆林宫發言人佩斯科夫撂下狠话 这位普丁代言人接受美国公共电视专访 趁机喊话被约别在东阔 否则就是把俄国逼到墙角 不过他也松口表示 俄国不会对乌克兰动用核武 佩斯科夫形同承认 乌俄战争并非迫使俄国动用核武的威胁 另外他也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的言论 做出回应 而佩斯科夫说的就是拜登26号 在波兰脱口而出的这番话 不只说普丁不该掌权 拜登又痛批普丁是屠夫 引起轩然大波 而拜登也亲自出来灭火 拜登表示他只是探望乌克兰难民时 有感而发并强调没有人相信 美国要推翻普丁 希望让这起风波到此为止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